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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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教育人員师 我是格奥韦旭 查询指数今天反弹114点 114点 昨天沙盘很多人给你报告 逢低乘接超跌的股票 我认为这个观念是正确的 可是前提是 他必须事先告诉你 必须解码 必须解码 保留子弹 我常说过了 股票就跟人生一样 道理是相通的 你在看一场比赛的时候 你不是看哪一个人得分最多 而是看什么 关键时间点 他出手 他可以扭转整个战局 所以掌握整个账况 才是真正决胜的一个最重要的关爱 超跌买点浮现 我认同 可是前提是 一定要请你先预做准备 卖股票 没有卖股票 每天叫你买股票买股票 大跌的时候又叫你再买股票 那一些都不会 是正规矩的交易方式 而且赏户你也没有这么多资金 前面请你买好买满 大跌的时候再叫你买 你也没钱买 即便你想买 你也没钱买 去年12月20号 跟投资片有报告清空股票 我们等待了13天 在1月8号 出手扭曲的交易行动展开了 普通货员买什么 5483中美金 1月8号买进来 我跟投资朋友有报告 你要赚大钱 一定是要拉回再加码 拉回再加码 涨上去你的获利乘数效果 才会出现 才会出现 我这朋友1月8号 中美金93.7 扭曲的交易行动展开 我们在12月20号清空股票 进的唯一档股票 是中美金普通会员 特别会远是红海 我说过了 要请你在逢低承接抄跌股票 前提是一定有请你要保守 而且留下操作空间 操作弹性 风光当天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1月20号 低持股报股过年 在盘中我跟我会员报告 连后指数没有创新搞的可能性 行情路况还是往下的 扭曲的行动交易 现在正在进行事 为什么 为什么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行情路况往下 重点在这边 台积电 法说当天没有多方表态 这是大盘连后的隐忧 什么时候跟你报告的 1月20号 所以投资朋友 我们在过年前低持股 只有一档股票 叫做什么 中美金 所以我们是不是有大量的现金 保持操作的弹性 我没有在过年前再加码 重点来这里这边 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我们要趁多杀多吉杀不理性的情况之下 我们进场去做加码 昨天多少人请你卖股票 很多人 很多人请你卖股票 可是我跟投资片有报告 我们要卖股票 4月20号请你卖股票 你不敢卖 1月8号请你买股票 你也不敢卖 昨天1月30号开红盘 结果重挫700点 请你买股票 你一定也不敢卖 你一定也不敢卖 可是我代会员是这么做的 投资朋友 1月30号 中美金市价加码第一 打下来跌9% 我们加码97.3 你看我们第一笔的价格在这里 93.7 我觉得等它打下来 再加码才可以赚更多 不是朋友 今天反弹 几乎两个百分点 正规军的交易就是这样 该进则进 该退则退 因为有根 交易无所畏惧 我只买有机会的股票 什么叫有机会股票 我觉得买个不够多 打下来 大家在卖股票的时候 我们从容不迫进场 包括鸿海也是一样 昨天打到跌停 其实昨天就是一个买点 只是有人带你买而已 有人带你买 你会赚更多 我们在这个时候进场布局的 我说过鸿海这个位阶 打下来 我要让它打下来 我要进场再回来 再去加码 投资朋友 我看鸿海的操作 大波段大时间的操作 就是这样操作 那投资朋友清楚知道 你要赚大钱 你必须要 第一个要看好行情路况 股票跟现金的比重 你要调节好之后 个股的筹码你要非常的清楚 红海 8月20号第一次买进 72.7 没人敢买的时候 我们进去买 甚至还加码8月26号 71.8 加码第一笔 10月1号 我们再加码第二笔 72.5 一路上去 我跟投资朋友报告 我今年2020年就是看好 红海一档股票 大波段操作 投资朋友 昨天1月34号 打下来跌9.2% 我们试加加码第三笔 扣均证据在这里 投资朋友 红海今天只跌 昨天你敢买吗 没人带你做 我相信你一定不敢做动作 可是投资朋友 你真的要赚到的钱 你第一个必须跟上正轨劲的一个操作 我们保留资金保留购买力 就是为了做这件事情 但大家不理性的时候 我们也可以从容不迫 进场减便宜 在减便宜的前提 一定有告诉投资朋友 你必须先做一个什么 预备动作 卖股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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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留什么 保留操作的弹性 以及什么 进场的一个筹码 你没有请你卖股票 昨天的买进都是假的 我有请你卖股票 而投资朋友 大多数人做不到 是因为 第一个 你对于行情路况的掌握度 其实并不高 什么时候该中压 什么时候该解码 什么时候该退场 因为掌握度并不高 过去这段时间里面 我也需跟您报告的 所有重大的转折 10月份股在之前 9月26日就告诉你 重大的转折 以及前年的爆股 过年1月3号 1月4号的机会点 所有重大的转折 华力的转升 跟从容不破 进场的时间点 我都给您报告 包含最近 12月20号 告诉投资朋友 清理清空股票 第一是扭曲的操作 但是扭曲操作 不用全部买到满 因为还有 你还有机会再做一个低接 这些都提前告诉你 你可以避开这一段 不要说你要买股票会赚钱 至少避开这一关 你就是赢家了 可是大多数人做不到 是因为会害怕 该买进的时候 昨天该买进你会害怕 12月20号 其实你要卖出的时候 华力转升的时候 你也会害怕 所以你无法成为股市场交易的赢家 回去要告诉投资朋友 有件事情 如果你想要成为股市上交易的赢家 上级成为交易的霸主 请你必须具备以下的条件 第一个要看你行情路况 第二个 你的交易心理素质 一定要够强 再来就是你选股的逻辑 鸿海 为什么说鸿海时去看 投资朋友 融资续减 今天时间拖了一点时间 告诉我融资续减 昨天卖超的 摩根大通跟瑞士信贷 是做一个什么 获利部分下策的动作 至少 在瑞士信贷里面 还有9万多张的持股在里面 他还不见得要一次全部卖掉 因为昨天成交量够 他一次出掉 但是他没有出掉 包含了新加坡瑞尹 昨天反而逆势去做一个加码 加码的位置是均价在 跌平板的附近 所以代表一件事实 从马仍然是偏多看待的 就是盘后你看到的数据 可是盘中昨天你要不要做决策 其实昨天就要做决策 那为什么昨天要做决策 你会知道盘后的状况吗 不会盘中你就必须做一个决策 做一个决策 回去昨天带会员加码鸿海 这里加码中美金 你看中美金今天最强 涨2.28% 包含了环球金 涨2. 涨3.62% 你要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跟上回去的脚步 你有机会成为股市上面的赢家 只是你愿不愿意跨出这一步而已 你有多久没有为自己 赢一场英语文化的战役 2020年新春开红盘跌了700点 也许短时间你是亏钱的 可是你跟上回去的脚步 我去帮你做一个反败为胜 甚至让你看到不一样交易风景的一个 交易动作 尤其是在3月分出比交易正式展开了 到底是对短线有利 对波段有利 还是对股票那些所谓的抽单买单 这些部分你会不会容易被骗 这些都是在面临在2020年 非常重要的一个挑战 加权指数上上下下波动也会比较大 事实上有人带你做 其实你会比较轻松 我是高尔徐 做他操作顺利 获利满满 胜健康 我们下次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